好就完成確定 好確定 那還有一個是第七列的第二欄 第二欄就中間 儲存格的背景顏色 剛剛這個漏掉背景顏色 這個應該是哪個顏色呢 對那FF0000是應該是紅色的 紅色的 這個的話右鍵先把儲存格內容 這個地方應該是 有沒有這應該是黃色的 紅配綠就黃色 不用 你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是訪客留言 要不要自中 他有沒有講 有自中 所以一定要自中 那這個地方呢 就插入超連結有沒有 連結到哪一個呢 Message 這個上一層 那這一點特別重要 Message 但是這個地方就是一個 Message這個後面有一句話 這個最重要 新網頁 以覆蓋整個框架的方式開啟 所以呢一定要記得喔 這個是這一題 比較容易出錯的 所以覆蓋整個框架的方式 是什麼意思喔 這個覆蓋整個框架 所以這個應該是整頁 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地方有沒有 訪客留言是按下去 有沒有 整個 變成 像台灣職棒是這樣在裡面有沒有 他是按下去以後呢 整個都不見了 所以這個叫做整頁 這一題呢 一定要選擇整頁才會正確 整頁喔 這個是最容易出錯的地方 確定 好了以後的話呢 那在最下面喔 就輸入幾行字喔 叫最近更新日期 你就直接最新更新日期自己打上去好了 然後呢 再下一列 一列的話 記得是shift加Enter 列一行 才是Enter shift加Enter 然後呢 直接輸入今天的日期 日期的話呢 是YY 就是西元年的 2007 斜線 010 M就是10 斜線今天是幾號呢 今天是9號對不對 就是09 0也要輸入 這樣才正確 好 這個地方呢 一列的話呢 就是shift加Enter shift按住 再加Enter 好 這樣的話就把它存檔 就得分了 好 所以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就是要先加入這個表格 一個一個來 好 把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裡 可是這邊有一個比較奇怪 台灣職棒是不是 要不要至終呢 看上面好像是沒有講到 對啊 好像 不過這題目有點奇怪 就是說 有些地方呢 要至終 可是有些地方 卻沒有講到至終 有沒有 欸 這邊有啦 跟正一下 好像有至終兩個字 所以再判斷一下 有至終 那美國職棒有沒有至終呢 也有至終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邊好像都有至終 你乾脆最後呢 通通都 不然你還有 以後如果做熟了 就怎麼樣呢 直接先打字 打完字 再一個一個去設定它的顏色 再去設定超連結 也可以 記得最後一個超連結 這個比較特殊 就是插入 超連結的時候 一定要是 Message 選Message有沒有 然後呢 再去目標框架選整頁 其他不要選目標框架 這樣子 就得分了 把畫面還給各位 好